看到什么了 三重一直到 风源又恢复了 OK 那请各位试一下 画面再还给各位 那这一题的话 可能比较要特别注意的 第一个可能就那个回圈 如果Find Find的这个方法 假设找到 它就会告诉你在哪里 找不到就负一就对 OK 所以这个Find方法还蛮重要的 有的时候你要找什么 所以你们回去也可以想想看 也可以试着写一个 档案型的全文检索吧 比如说 假如说你希望在某一个目录 它假设里面有一堆的 一堆的文字档 或者是什么CSV的档 或者是Excel档 Wall的档都可以 那我们可以怎么样 假设我今天下一个关键字 那我可以把找到的那个关键字 在哪个档案帮我列表出来 并且告诉我说 在档案里面的哪一个位置 甚至最好是可以做一些UI界面 点两下还可以把那个档案位置抓出来 还可以开起来是最好 这个要怎么写 其实大概就是可以用这个范例 延伸去把它完成 那另外就是说 字串 如果你要抓字串的哪些字的话 可以用中瓜糊 那它的字的位置一定从零开始 比如说第一个字一定零 第二个字就是一 那我们用这个方式可以抓到档名 不过这个写法P指的就是找到的位置 所以这边从零开始 那当然第一个就找到三重 然后再来的话就中立 不过中立刚好就是找到那个位置 后面再数刚好就是十五十七 所以它的位置刚好就固定 前面像这边这个地方三重 它找到的话 刚刚又把它删 所以十五十六有三重 底下刚好那个中立的部分 其实它也刚好找到的位置 刚好也在后面的P 这个P找到位置 后面的十五十六有两个字 所以都固定的位置 那也就是利用这样的关系 可以找到它的档名 但如果未来 假设它的档名的规则不一样的话 你可能就要再想其他的办法 OK 所以这个东西有的时候就是要 懂得如何要能够见招拆招 OK 那我刚好这边写完之后 位置就是刚好在这个十五十七的位置 然后这档名 然后再来的话就find 然后就是把你找到的那个 哪一个字 从第零个字 然后后面到找到的那个位置 位置 然后把这些字帮我写成一个档案 那就帮我写成 比如说第一次就三重 之后这个位置要往下再找 所以必须要加二 这个P的位置就是 再帮我找到的位置 再加二 就是往后面找的意思 也就是说找到的那个第一次 也找到这边 这个跟这个 那两个字的话 我就是跳过两个字 不其实有同学问说 为什么加二加一 可不可以 其实也可以 加一加二 反正就是之后的 之后的一个位置或两个位置 应该都可以 这个你们可以再想想看 因为我用一用二 好像在这边应该不影响 因为反正 它那个放行的位置 应该蛮后面的 所以就是在 把找到的位置向后 向后继续找 所以它从这边找好了 从这边继续找 找到之后的话 又找到下面这边 然后就继续又往后面找 直到找不到为止 OK 所以这个回圈的话 主要的目的在这里 当然这个地方 以这一题来看 如果你用那个 快回圈相对会比 负回圈来的方便许多 因为负回圈的话 我们根本不知道这里面 总共有几个 对不对 所以理论上用坏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OK 好 那请各位试 当然这种写法 给各位参考 如果说 你还有更好的写法 你可以试试看 OK 其实我讲过了 程式最好就是你可以经过你自己咀嚼过思考过 然后并且你也可以用自己的逻辑写出来 这种写出来的程式是最好的 因为就完完全跟你的脑袋的结构是完全相容的 千万不要找一个完全不相容的程式 要放不进去 会觉得会一直跑到真的会荡漆啊 所以尽量还是用你可以理解的方式 那另外如果说像我写的程式上面没有注解 你也可以自己写一些注解 因为有的时候你突然看这一堂到底是什么意思 可能你不太能够理解 你加个注解H你还可以提示一下 请各位试试看 那这个部分请供参考了 因为我发后面 如果你程度有点比较跟不上的同学 你就先知道就好了 你先转一下没有关系 因为我的时候会取一个平衡 如果你程度好了 你可以自己再去改写 如果你程度还不到那里 我想你就是听听先知道就好了 以后可以这样应用 因为有些同学可能程度好 他可以一直往前理解 那如果比较不好的话 应该比较比较还没有到那个 其实给的太多 怕有的时候大家来不及吸收 OK 试一下